在今天的一场网红性质的比赛中 曾被称作篮球神童的朱利安·妞曼全场赶下30分 但也被另外一位网红球手砸头戏耍 感受到了什么叫做以笔之道环石笔神 大家好,我是Terry 现年22岁的朱利安·妞曼虽然身高减170公分 没有D1 offer,也打不了职业篮球 但因为从小接受其父亲魔鬼式的训练 基本功确实不错 与一些半职业选手和网红球手过过招 还是没问题的 我们都知道妞曼有两招成名绝技 一个是疯狗式原地运球 还有一个就是喜欢用球砸对手头部 尤其是后者,从小到大 牛曼这一招屡试不爽 大概在他自己看来 不仅可以扰乱对手心态 还可以显得自己很牛逼 但在大部分观众眼中 这种挑衅的行为实在是有点贱 而在今天的比赛中 牛曼就被自己的剑招反噬了 他在一个进攻回合中 面对另外一个网红球手 Gio Weiss 使出砸头剑招 然后突破刨头不中 然后在下一个回合 Gio也不惯着牛曼 先在牛曼面前 引得全场哄堂大笑 然后将球狠狠砸到牛曼头上 他用球砸头的动作 真的就是为砸而砸 把球直接甩在了牛曼脸上 这样其他在场球员也笑坏了 曾在初中三节哄下91分 并放话要打NBA的牛曼 现在早就接受了 成为一名网红球员的事实 他过早定格在170公分的身高 没有长进的球技 被其父亲当作赚钱工具 越来越暴力的性格 都是阻碍其最终打上职业的原因 但牛曼涨粉的速度 这两年实在是慢了点 反而是他的妹妹之对牛曼 这个曾经被媒体称作 篮球女神童的球员 现在靠着发一些 极度吸引眼球的照片 IG粉丝最近已经来到了105万 在同一场比赛中 我们还看到了前全美第一高中生 流极之王Carrie Walker 还有大鲨于奥尼尔之子 上赛季在点燃队效力的 Serif O'Neal 都是一些没能兑现天赋 却名气不小的球员 其中Serif O'Neal是最可惜的 也是最无奈的 这位先高208公分的球员 因为原本并不喜欢篮球 所以比同龄好手晚了两年 接受正规训练 但他上高中后持续进步 终于在高四赛季冲到了ESPN 2018届全美第32位 在加州则可以排在第一 当然曾有球迷说 同届第32位四星高中生 也不怎么样 但要知道每个年轻球员的 成长轨迹不同 有些球员开窍早 高1个2就能于同届中脱颖而出 而有些球员则后劲很强 高1个2不险山不漏水 却持续进步 高三高四赛季逐渐展露头角 然后在大学打出身价 显然史瑞福尔尼尔属于后者 他后来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本来期待在家乡的优赛A 可以打两个赛季 然后冲进NBA 但事与愿违 大学赛季开打前的一次体检中 史瑞福被查出患有先天性心脏病 必须要做手术 这就直接导致其元气大伤 虽然恢复后得以重返赛场 可真实战力削减了6成以上 NBA的大门在那个时候 已经对他关上了 上个赛季在季联盟点人队 而现在如今 史瑞福尔尼尔并不在 点燃队下赛季的阵容名单中 也就只能于 这样的网红比赛中 过过球影了 这就是本期视频 感谢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